今天的俄罗斯,虽然顶住发达国家的名号,但是自苏联解体后,将近30年时间里俄罗斯的发展,一直处于败死不活的状态。 强人总统普京,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虽然带领俄罗斯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,避免了俄罗斯的再度崩溃,但俄罗斯的经济状况,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。 反观与俄罗斯关系紧密的我国,在1978年之后,经济发展一日千里,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。 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,那么问题来了,为何俄罗斯不能像我国一样,大力发展经济呢? 清新国际认为,这和俄罗斯面临的内外环境密不可分。 一、内部条件不具备,作为苏联的主体,俄罗斯在历史上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。 这一高度集中的模式,在苏联内有爱患的情况下,为巩固政权,发展经济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一斯大林模式。 就没有后来的超级大国苏联。 但作为一把双刃剑。 斯大林模式在支撑起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后,就成为苏联更上一层楼的天花板。 此后无论赫鲁晓夫、伯列日涅夫、还是戈尔巴乔夫,对击众难反的斯大林模式都有心无力。 苏联也最终在斯大林模式的桎梏中轰然崩塌。 而苏联解体后,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的叶利钦,听信西方蛊惑,全面推行修克疗法。 企图以快速私有化的方式,实现社会制度转型,与西方接轨。 但这种缺乏调研和经验的经济模式,不仅没有让俄罗斯脱胎换骨,反而培养起了庞大的寡头集团。 他们疯狂攸取财富,俄罗斯民众生活日益贫困,贫富差距巨大的俄罗斯,社会矛盾空前尖锐。 今天的俄罗斯,寡头集团拥有的财富,占到了俄罗斯GDP总量的35%以上。 而在普京打击寡头集团之前,这一比例更高的离谱。 虽然普京为巩固统治,不断打压寡头集团。 但当下的俄罗斯,想要做稳头把交易,还必须依靠寡头的支援。 所以虽然普京有新改革,但这种触及寡头根本利益的改革,始终没升大雨点小。 而不对传统矿下进行改革。 俄罗斯的经济没有春天。 而事实上,俄罗斯经济始终在寒冬里不断挣扎。 因为苏联解体后,大量西方资本疯狂涌入。 他们低价收购大量的苏联国有资产。 加上寡头的吃礼盘外,俄罗斯彻底失去了完整的工业体系。 比如今天的俄罗斯,连航母也造不出来。 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。 特别是没有恢复完整工业体系的能力。 今日的俄罗斯,只能靠出卖资源为生。 沦为大号的沙特。 我国40年来的经济奇迹,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。 除了领导层的高瞻援主。 伟大领袖在建国以后奠定的完整工业体系是根本因素。 不仅如此。 我国高达10亿的人口,提供了空前的人口红利。 这使得我国能从低端产业开始不断奋起直追。 但俄罗斯的总人口,不过1.4亿人。 而且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减少。 这样的人口数量。 没有人口红利。 是不可能像我国这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。 2.外部环境不允许。 我国的经济奇迹,之所以独一无二。 不可复制。 是因为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,也是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的。 尤其是俄罗斯。 自1972年,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。 我国的国际环境,就开始显著改善。 1979年中美建交后,双方更是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蜜月期。 出于共同抵抗苏联的需要。 我国在不断敲打越南,让苏联掉血的同时,也引进了大量美国的技术。 当然,最关键的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,对我国开放了国际市场。 我国得以大量引进外资。 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崛起。 我国的人口红利迅速爆发。 反观俄罗斯,自十月革命后,就一直受到西方世界的疯狂围堵。 1991年苏联解体后更是变本加厉。 虽然叶利钦利钦想要投靠西方,但俄罗斯体量太大,根本难以制服。 再加上俄罗斯从来都有很大的野心。 所以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拒之门外。 而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围堵。 不仅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半死不活而松懈。 反而穷追猛打。 大有不搞死俄罗斯不罢休的势头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。 痛定思痛的叶利钦政府。 才开始掉头东向。 与我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。 但即便与我国关系再紧密。 俄罗斯也不可能复制我国的经济奇迹。 改革开放以来。 我国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。 本质上和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殖民地经济没有区别。 虽然门槛较低。 产值不高。 但收益更快。 且更容易与国际市场接轨。 而俄罗斯是不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的。 除了人口数量少。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产品也与国际市场格格不入。 其典型的傻大黑粗的特点。 并不受国际市场的侵略。 除了高精尖的武器。 今天的国际市场没有俄罗斯产品。 尤其是工业产品的一席之地。 而从苏联解体以来的将近30年时间里。 没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俄罗斯只能靠出卖资源为生。 这也是俄罗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。 但今天的俄罗斯。 由于经济实力不够强大。 在国际社会缺少话语权。 更没有石油定价权。 这就使得俄罗斯的资源出口在国际市场相当被动。 普京的经济奇迹。 本质上是沾了石油价格上涨的光。 而当美国主导国际市场油价下跌。 俄罗斯的经济马上轻转多云。 所以。 塌陷的内部条件。 紧绷的外部环境。 导致了俄罗斯发展经济的力不从心。 今天的俄罗斯。 有事没事挥舞和大棒。 也是俄罗斯当前状况的直接写照。 多有疏漏。 反显辅证。 我是新兴国际。 期待您的关注。